在面对 我们说 亚马逊卖家最喜欢讲的 我们是高性价比 看上去不坏 预输不会坏 品质有预装 价格还比较好 四步 这四步这种逻辑 在今天好像遇到了大问题 那知道问题的人呢 就是谁呢 也是咱们中国人 虚拟特朗 你的高性价比 结果人家来了一个 极致性价比 我们叫悲伤的 亚马逊高性价比卖家 你在卖货 人家在轻货 这个话题呢 是我们跟另外一个 做本土多寻找品牌的朋友 聊天的时候 大家聊到了 他说 我们以前也在向我们欣赏卖 但是发现 卖不动啊 搞不过人家 我说你搞不动 是搞不过 扑货卖家是吧 我以为是啊 他说不是的 人家是在 人家是轻货 我们是卖货 这个逻辑完全说不通啊 我当时没反应过来 人家在卖货 你在轻货 那不就是货吗 这什么不同呢 他说兄弟 你一个东西 人家卖100 600刀 对吧 挺财商 你卖25刀 哎 不错 高性价比 是卖货 结果来一个卖9块9的 他还不是来搅乱的 他一直只卖9块9 他一直只卖9块9 他就揽下了一大包的护存货 期货 9块9还有人买 这里面就回到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就是消费降级 消费降级在过去这23年里面呢 一开始从2020年 2021年 疫情的时候呢 就是恐慌性的消费啊 这个线上消费 一直在快速成长 但是2022年 2023年 这个口罩结束以后呢 大部分时间已经恢复正常了 所以大家看到 线下消费 包括出行 出游 都在增长 然后家居类的市场呢 这也是为什么解释一下 治欧的这个股价 会被看空了 包括乐哥 乐哥如果不是他那个 做海外舱 做公共海外舱 可能政府那边会有一些支持补贴 估计乐哥的股价也不咋地 对 你们如果看一下乐哥的股票 就大概是从今年年头 才开始慢慢有点涨上去 之前都是跌的阿妈的 不能得的 原因呢 大家也知道了 消费市场疲软 对吧 以前是因为疫情 大家的居家办公 各种各样的家居类的东西 要买 要做饭的 要工作的 要生活的 各种各样家居 家居的东西要买 买了以后 现在不行啊 要出来工作 要出来交流啊 对不对 是再而然的 一年时间消化了三年的需求 那就会有库存 对吧 那这种所谓的家居类 家居的这种市场 下滑是必然的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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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